大家好 我方认为运用AIGC工具 进行文学创作 构成侵权行为 具体而言 侵犯了相关权利人的著作权 以及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导致的侵权 我们将分别进行论证 没有提改编权 首先就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而言 神医江湖与原作品实质性相似 最高人民法院81号的指导案例 明确提出 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可以从人物设定 具体情节 总体情节等方面综合考虑 在人物关系方面 本案中的郭清对应郭靖 王荣对应黄荣等等 有一系列的主角名字 非常的近似 他们的人物关系 与原作品的人物关系 也是高度重合的 此外 神医江湖故事的开端 是在四大门派 他们的颜色以及对应的特征的描写 都是与原作品几乎是一致的 在总体的情节方面 也是非常的相近似的 第二点 小安她与原作品之间存在着 接触的行为 在本案中 小安她主动要求AIGC 根据Z作家J作家的作品来进行创作 并且小安她是明确发出了指示 要求AIGC总结两部小说的 人物小传 故事情节 以及他们的写作风格 小安的行为 她属于著作权法中 对于接触的认定 此外 小安使用J作家和Z作家的经典作品 进行商业运用 都没有得到授权 同时 小安她将作品上传到网络 并且进行了盈利 小安她就不能够主张合理使用 作为抗变 第二点 小安她故意指示AIGC 以原作品的治理成果作为基础 来利用原作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吸引了原作品的一些读者粉丝 同时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 我方认为 运用AIGC工具进行文学创作 构成了对相关权利人的侵权 这时候强打实质性相似了 论证很充分 刘绿笑了 满意的笑容 好 行 反方意变 开始 我方强烈反对 我方当事人使用AIGC工具 进行文学创作 构成任何侵权的行为 正方主要的论点是 神宁江湖小说 内容和旗下的著名版权作品 构成实质性相似 相似与不相似是主观性的 著作权法里面的基本原理 思想与表达两分法中 思想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我们首先要确认 到底这些特质是思想还是表达 到底受不受我国的著作权法保护 我方认为正方依变刚才对小说内容 相似点的分析是毫无意义的 首先我们说人物命名和特点 在GX速将X案里 卓家江X用了GX先生小说里面 相当数量的一些人物名称 性格 背景和关系 但是没有将这些情节 建立在GX先生小说里面的基础上 法院认为难以达到侵权的程度 只有写作风格而言 风格本身并非一种表达的形式 基于我方当事人 只是分别少量用的版权人的作品里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元素 我方否认任何侵权事实 这个案例还是很经典的 银美法系的习惯 援引案例 对 正方反方相对还是平衡的 张雅琪她一开始就是介绍 正方的论点的时候 整个逻辑链是非常清晰的 她的整个的这个标准 然后几个元素分别是怎样满足的 然后得出他们最后的一个结论 朱硕营的 其实我觉得她还可以 我觉得她还可以 而且讲的还都有在理 而且是下了功夫的 她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是的 可圈可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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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正反双方可以开始自由辩论 单人单词不超过九十秒 我想先问一下一遍 我想先对人物关系这一点提出一个质疑 在本文第二页中 少年郭青的父母被阴阳门的掌门人 梅峰杀死了 这简单的一句描述 如何可以匹配这一作品中 郭靖之父郭孝天和其异地杨铁星 因被断天德陷害 死于临安牛家村 又怎能匹配哈利波特作品中所描述的 哈利波特的父母为了保护他 幸免于伏地魔的杀害而死 请问郭青到底是符合哈利波特的生平介绍 还是符合郭靖的生平介绍 好问题 同时Z作品中 主人公郭靖的师父有很多位 有江南七怪 洪七公 朱伯通等人 不知道这么多师父中 哪一个符合我方小说的洪太师的特点 同时 您方所说的门派 由颜色代表 但是 时间到 感谢对方便有的问题 首先对于人物设定的方面 您方所说 我方的郭青他的父母双亡这些 就是无法与两个作品中的某一个进行对应 但是 其实 郭青的性格其实是相一致的 都是父母早亡 他们都是武林高手 人设属于两部原作的叠加 同时 您方的《神隐江湖》这个作品 它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设置 都是与原作品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 主角他在水池里吊东西 吊不上来 在您作者中 他是吊金鱼 在我们版权方的作品当中 是吊娃娃鱼 您觉得这两个区别很大吗 还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细节 最后对决阶段 小说它有描述 描述一些光线 爆炸 武器飞到天空等一些细节 在您方的作品中 与我方这一作家的作品的 最后的对决阶段 都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可能 那个武器爆炸的颜色不同 但它的主要故事情节 它的人物构成 好 时间到 好 来 我好诚实 理由未经 想回应一下 您方刚刚说的 先回应刚刚一遍说的 门派颜色的问题 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 也存在着 以颜色代表教派的情况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 宁玛派为红色 嘎举派为白色 格鲁派为黄色等等 仅以颜色来判断 一定符合您方 所代表的两部小说 我觉得有点武断 您方还说 您的故事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性格特点 这个实在是太抽象了 这完全是一个 概念性的问题 且会因人而异 有不同的想法 通过著作权 对作品的定义可知 受著作权保护的 文学作品的部分 是它的表达 而非思想 表达是具体的 而思想是抽象的 我方不认为 文本的表达 构成实际性相似 比如说在 以湖南XX化 传播有限公司 诉与XXX侵害 著作权一案为例 法院认为 对于包括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情 其因经过结果 等细节的情节 才可以成为 著作权法 所保护的表达 针对您方提出的问题 我方将从 三个方面来 进行解答 首先 我们是从 人物关系 具体情节和 整体叙事与时空环境 三个方面 进行判断 以上三个方面 单独来看 或许不能够证明 实质性相似 但是三者的结合 构成了这作家的 故事情节 与这作家的 人物的拼凑 神隐江湖 原作品构成 实质性相似 我先要请问一下 关于对方 两个侵权的问题 第一个 关于著作权相关 我想问 总共有十一项 具体的著作权 我们究竟 小安侵犯了 哪一项权力 你们没有给我一个 具体的说明 细化 自权力 来了 第二 关于反不当竞争的 相关问题 请打开案情介绍的 最后一句 版权方以 著作权侵权为由 向小安提起诉讼 本案的论题 仅限于诉讼 著作权纠纷 而不涉及到其他纠纷 漂亮 纠纷重点 是著作 不错 对方有离题之嫌 对方队友您好 首先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 先予以解答 我方在本次 辩论当中 认为 小安主要是侵犯了 我方相关权利人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著作法第十条规定 著作权包括 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限或者无限方式 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可以在其 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获得作品的权利 而在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与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著作权全属 侵权纠纷一案 以及北京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与被上诉人 上海美术 有限公司 的案件状况 与本案非常相似 宁芳将背诉侵犯作品 通过网络进行付费的传播 实现